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主题是什么呢 不要去批判和论断人 用恩典激励人改变 这句说话听上来很多人说 我当然不会 我当然不会批判 我不会论断的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我常见的 甚至有时在我们的群体 都会有人告诉我 那个人说的话 就是说出你有什么问题 你不提论我帮你 你都不改变 有时人一吻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会说 你为什么不改变 为什么你会这样 很容易会说这些说话 但是那个人不觉得 他是犯这个罪的 不觉得他是论断的 我只是告诉他听 告诉他就是论断 就是定他的罪 我们可以帮助他 其实论断 指出他错 是不是一定是论断呢 不是一定 论断是令他觉得 就是觉得他这个人 是很有问题的 就是定他的罪 还有引导他 给他知道 神爱你的 神关心你 你有罪 耶稣很想赦免你 很想祝福你 神有恩典在你身上 要祝福你 这就不是定罪 因为定罪意思是 让他觉得 他这个人很不够的 很不好的 很有问题的 所以有个人说 你做得这样的事 为什么你不祈祷 为什么你不悔改 为什么你不什么 这些就是一个定罪的口吻 亦是一个定罪的心态 大家如果发觉 如果有人定你的罪 比如你参加一个群体 然后说 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 为什么你会说这样的说话 为什么你不悔改 为什么你不听耶稣话 你听到的时候 在心里面 就会觉得 有些情况就会觉得很冤枉 有些情况就觉得 你很强势去控诉我 令到人觉得 很被控诉的感觉 其实我们都会被人知罪 但是我们不需要用一个控诉的方法 例如 有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 大不大罪 很大罪 行淫时被捉 其实很丑怪 丑怪到不得了 他们就捉了他去见耶稣 这个人怎么办 是不是要用石头扔死 因为当时来说 罗马人不准犹太人有这个权 可以用旧约的律例来判死刑 所以他就要试探耶稣 耶稣是用一个很柔和的方法 耶稣是怎样 他说 谁没有罪 你就扔第一个石头 结果没有人敢扔 每个都走光了 然后他就跟女人说 那些定理罪的人在哪里 那个女人就说 全部都走光了 他说我都不定理罪 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 譬如有四个朋友 抬了他来找耶稣的坦子 耶稣就说 你的罪射了 神射免你的罪 耶稣并没有说 你这个人真的不能救了 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些恩典 耶稣不是用这种的口吻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彼得 彼得 彼得他见到耶稣 因为他初头见耶稣的时候 他就捉鱼 整晚都捉不到鱼 耶稣就说 把你的罪杀到右边 他就真的杀到右边 捉到整网都是鱼 彼得当时非常惊讶 这个不是普通人来的 这个是神那里来的 那时候他知不知道耶稣是基督 不知道 不过他知道 这个真的一定是很特别的人物 他就苦福 主啊 离开我了 因为我是罪人了 我不行 但是耶稣没有说 你反思吧 你有犯了多少罪 你有多严重 你真的不能救了 耶稣不是这样 他说你不用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 好像得羽一样 这个就是 神用恩典接纳人 当然神接纳我们的时候 神的灵就感动我们知罪 大家留意一件事 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是刮你两巴 骂你 令到你懵吞了 因为他很柔和感动 我们发觉 神是用柔和的方法 另一个例子 是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 严厉指出罪 最严重是哪一章圣经 就是以赛书 第一章 说到你们的罪 你们从官长到百姓 你的罪 你们的头顶到脚掌 都生了瘡 都是很多问题 你们全部都是背役的百姓 接着 以赛书一章十八节说什么 你的罪 虽像珠虹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仰慕 我们看到神 是用一个很大的恩典 吸引人 其实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发觉耶稣没有骂那些门徒 骂到他猛的 甚至当彼得要否认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撒旦要塞你门 好像塞麦子一样 不过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 当时他快要否认耶稣 但耶稣不是骂到他猛 耶稣没有说 你跟我三年 你看我行得神职 你都称我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义子 为什么你今晚会否认耶稣 耶稣不是这么说 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我关心你 我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 就是给他盼望 由这些圣经 你看到不同的经文 神不是用一个 论断骂到人 骂的方法来改变人的 不过因为人很多时候 长大在律法之下 所以很容易出口骂人 为什么恋爱的时候 这么开心呢 因为通常那时候 也不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 很多爱很多喜欢 一看到对方就很喜欢 打电话 即是鸡刀不断 很开心 在那时候很开心 不过结婚之后 开始发觉 他又不收拾东西 又不洗碗 换了衣服 又不四围摆 又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开始 人因为由小到大 都是律法长大的 有没有搞错 你不收拾东西 开始就骂了 你又不洗碗 洗碗又不干净 你洗完我要再洗一次 就很多这些说话 开始觉得很烦 烦的时候反弹 反弹对方又有情绪 这个就是原因 为什么人用律法的时候 常常都是控诉 律法是好的 律法吩咐 律法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爱神 遵从神 爱人 这些是律法的吩咐 所有我们应该做 都是律法的吩咐 律法也有定罪 神要惩罚 管教这些都是律法 律法是应该遵从的 不过问题就是 动力从哪里来 是从恩典而来 就算是救药的十戒 神也是跟摩西说 跟以色列人说 他说我是从埃及地 领你出来救你的耶路华 所以你遵从我的戒命 就是用神的恩典来开始 所以我们应用圣经 都是用恩典 神真的很爱我 所以我真的回应神了 我不要再犯罪 我悔改 这个就是用神的方法 不过因为人从小到长大 很多人的教导是什么呢 你要乖你不乖 没有人疼你 你不乖你今天没得饭吃 你不乖你今天要进黑房 你没得什么什么 是很多这些说话 小时候是这样 上学也是这样 你不乖了 佛企 佛写 那时候我们 老师最喜欢佛 一个吵全部要佛 写宿静 因为宿静很难写 写宿静写几多次 我们那时候小学写过很多字 没有份吵都要写 全部用佛的方法 你乖就有奖 不乖就没有奖 好了 上学是这样 结婚也是这样 最初恋爱就很开心 但一到真的相处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你说 那做人很惨 整天都是律法 不是的 你有恩典就不同 我和太太 我常常恩爱他 他又恩爱我 我们又会很开心的 我们欢喜 我欢喜做好事在他身上 他又欢喜做好事在我身上 那我们大家都享受 是没有压力的 就是不会觉得 我又要帮他什么 我又要帮他什么 我不会觉得是压力 我觉得是福气 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神 就不是说 哎呀 信了耶稣真是惨了 哎呀 现在卖了身了 哎呀 又要读圣经 又要祈祷 又要悔果 又要传福 哎呀 各种事都要做齐了 还有什么 心中的淫乱都要认了 什么里面的东西都认了 那就觉得很大压力 但如果你想 神那么疼我们 我们走神的路是最蒙福的 神很多礼物的 我们听神说 整个生命蒙福 这种就是恩典推动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恩典 我今次就会说到这件事 也都是大家觉得 我相信我们在座 每一个都试过被批判和定罪 都是觉得不舒服的 没有人说 哎呀我被人骂完 真的很爽了 虽然骂会快点见效的 譬如他在做什么 别人说 别动 为什么 罚企 立刻他听说 罚伐 一罚伐 他立刻害怕 但是果效 不是令到他开心尊重 是令到他更害怕的 就是有分别的 首先就是神激励我们的善待人 不过神也有警告 有律法 两个我们分开 我们分开什么是激励 恩典 我告诉大家 怎么知道恩典 那句句子前面是神 后面是人 或者我们 然后中间是恩待 神帮我们祝福我们 提升我们 医治我们 安慰我们 为我们预备道路 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些就是恩典 律法是神管教 和吩咐我们做什么 吩咐我们做什么 那些就是我要做什么 我遵从神 我爱神 爱人 我祈祷 我悔改 这些就是我们遵从 但是律法也有惩罚的 犯这样的罪的人 旧約是要判死刑 新的也说到永死 不是判死刑 那么简单 如果不悔改 是永死 永刑 所以这个也是律法的 或者管教 神也要管教 我们知道有律法 律法不是错 律法是好的 不过神是用恩典推动 正如在关系 在婚姻里面 不是律法推动 而是神的爱去推动的 这里就说到一方面 神吩咐我们不要做什么 但也会给很多恩典 鼓励我们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以饶恕人 就必梦饶恕 你们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星斗 连遥大岸 上尖下流的倒在 你们怀侣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气 良吸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 良吸你们 这个经文是很美丽的 首先他说到 不要论断人 你就不被论断 神就不会论断你了 这个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悔改信耶稣 我们就不要论断人了 论断人可以被论断 但我们不要论断人 还有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了 我们当然首先是信耶稣 信耶稣 求主赦免我们 也不要论断人的罪 神就不论我们的罪了 我们都要论断人 神一定要论断我们 为一个人不论断人 圣经说是 神也可以不论断他的过分 所以我们有什么人 未论断 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 然后就说我们善待人 给人 其实原文是没有人字的 原文是gift 就是给的 没有说给人 还是给神的 所以内容 应该是包括神 也都包括人 但是因为他后面有说 你们用什么良气良 给人 所以中文圣经就加上人字 因为他觉得 起码做在人身上 因为用什么良气良 给人 就是为人而做 他说你要给人 不过不仅是给人 给神 或者给人 那神又会怎样呢 就必有给你们 并且用十足的星斗 神称到十足十的 圣经也说是 今生得百倍 一百倍 并且不止一百倍 来世得永生 十足星斗 而且称来很丰盛的恩典 还有连遥带安 例如你装一袋米 谷给人 又遥又禁 禁到它固定了 装满了 上尖下流 如果你以前买米 在我小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那些米缸 在那些卖米的地方 这么大的米缸 那些米是尖的 上尖下流 它就没有下流 它只是上尖 下流是怎样呢 倒到捨到 缸是满了 倒下来的 那就要上尖下流 原来我们是印度人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 满了 捨了 倒在你的怀侣 因为你用什么良气良 就用什么良气良 给你们 事实上 神不单止是按照我们所做 亦是加配给我们的 神是祝福很多很多 所有跟从神的人 都会发觉 神的祝福是多到不得了的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去激励我们 事实上 这道经文并没有讲完所有恩典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讲完 段段经文都讲完 就很长篇了 我加一点下去了 我加一点下去不是我加 是圣经有 我帮我将圣经其他部分放在这里 首先 我们吸人 为什么能够吸人呢 因为神才吸我们 神创造万物 我们才有给的 是吧 神给我们有健康 我们才有做工 是神给我们 还有神改变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乐捐的心 神给我们动力 改变我们生命 让我们愿意去祝福人 然后神就会提醒我们 你帮这个人吧 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极多恩典 现在这个恩典是很丰富的 不仅是物质 它会令到你的人开心 令到你有圣灵的恩高 也都令到你生命提升 你的生命高度提升 我很感谢主 我这一轮带领的聚会 其实从我圣灵充满开始到现在 都经常见到人经历圣灵 我今早在一个教会 我讲道 帮人去爱慕神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是很多个经历起落 神的恩高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神同在 我都希望训练大家 都能够是满有恩典的 真是上尖下流倒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原来我们善待人的恩典 罗马书二章一节也说到 就论断人 有什么后果呢 就论断人就定自己的罪 因为你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的 后面有讲到两件事 他说你是不是 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 有些人 你骂人 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 神看到的 所以这里保罗提醒了 你走不掉的 你以为能够逃脱走不掉的 第二 你是不是藐视神封赏的恩典 封赎的恩典 他有很多礼物给你 让你祝福人 你是不是藐视神的恩慈 欢容忍耐 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的 他有这么多礼物 所以保罗用两个原因推动 你定人罪 你以为能够逃罪吗 因为你做的 他跟人一样 他说不是啊 我跟人一样 他懒 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试过懒 他骂人 你有没有骂过人 有没有人说 没有啊 我什么戒命都 或者一条戒命 大家能不能想到 一条戒命 你从来没有犯过 哪一条戒命 我们没有犯过 各样都有 所以你坏人哪一样罪 都自己一定犯过 那神就说 你坏人蠢 你自己有没有蠢过 你骂人懒 你有没有懒过 你骂人 你坏人骂人 你有没有骂人 所以我们个个都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定人罪 所以神的方法不是定罪 是用恩典去引导人 不要轻看神的恩典 然后后面说到很严重 一起读 为自己积蓄憤怒 以致神赈怒 显他公义 审判这些日子来到 大家会积蓄钱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这里 个个都一定有些钱 不会说 我银行今天零的 零蛋 不会的 一定有积蓄 积蓄钱 积蓄 恩典都是好的 神的恩典 还有积蓄 和人的好关系 你会觉得和人好的关系 我们会积蓄这些好东西 但是这里说什么呢 积蓄憤怒 就是你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 你每一次定人罪 你是积蓄憤怒 你喜不喜欢积蓄憤怒 当你想到的时候 神你真的教我 千万不要积蓄憤怒 不要放在一起 在家里一代一代 神的憤怒 积蓄是很严重的 希望大家记得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也是普通用一些 普通的字眼 形容熟灵的真理 即是你积蓄 即是你积蓄食物 水 这些是正常的 但是呢 这里是说到积蓄憤怒 这里的图 大家可以容易明白些 不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不定人罪 不定人罪 就不被订罪 遥恕人 神就遥恕了 真的非常好 当你不论人罪 你就轻省了 轻省其实好 但很多人订人罪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订人罪的人 是不是会很开心 很开心 我没有问题 其实自己也会知道自己有罪 而且自己也会有一些压力 自己也会有一种不开心 所以订人罪 对人也不好 对自己也不好 对自己也有积蓄憤怒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好了 那为什么既然圣经说明 判断人 订人罪不好 为什么我们会 我想说一件事 我们分辨和批判是不同的 分辨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人很愿意骂人 所以我说说和他避免他骂人 这是分辨 我知道这个人 他属灵生命有问题 所以我们不容许他侍奉 让他悔改 先处理生命 先让他侍奉 这是分辨 分辨不是代表我定罪 你以后没有机会 不是 而是我会知道他是这样 我就去帮他 这是分辨 分辨是没错 但是分辨得来 有一种定罪的心 这个人我真的不喜欢他 他真的没有机会 这个就是定罪 为什么容易定罪呢 原因第一 就是因为很多人很惊奇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出来 因为他接受不了这句话 耶利米书17章9节一起读 人心比万物都鬼诈 坏到极处 谁能释透 很多人不能够接受 人没有可能这么差 很简单 你有没有见过见利忘义的人 通常人见到见利忘义的人 是很生气的 有没有搞错 以前是好朋友 现在有利益 你完全忘记这些 以前以往我为他做的 我们就会很难接受 因为觉得没有理由 原因就是没有理由 当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有愤怒 我们就不能放手 或者有时是利用人 就是有没有搞错 原来他做的事情是利用你的 其实那个被利用的人很生气 他利用我有没有搞错 我们就很难很难接受 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处理的 就是说我明白人的罪性 不用那么激气 不用那么难以接受 或者诬告人 有没有搞错 他诬告我 我没有做的 不是我做的 是别人做的 被诬告就很愤怒 不能够接受 或者造谣 做一些假消息出来 或者他会想淫恋 他在想 他看到女人眼睛睛 这个人烏尾到不得了 我真的不能够接受他 或者这个人会憎恨人 挑衍 说些东西 挑衍你 引你生气 或者跟你对立 或者甚至害人 杀人或者骄傲自大 我们看到这些 有时人就会很难接受 那怎么处理呢 这件事很重要 怎么处理呢 就是接受我们自己都有罪 所以人有罪是不奇怪的 其实我都经常见人的罪 我经常见人的罪 我经常见人的罪 其实我家里小时候 家里有赌钱 我试过 我中学时期 有做散工 就买了衣服在家里 怎料后来想那天去街上 就想定我穿哪件衣服 怎料一找是找不到 后来知道原来就是 我家里的那位长辈 他就是赌博 他就拿了那件衣服去当了 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长大 亦都是父母离婚 所以之后就整天都罵 我就开始做噩梦和梦游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经历 这个经历 有些人经历到会怎样呢 很生气 很生气 有没有搞错 不公平 不公平 我经历到 我感谢神给我的回应 我就见到 真的有些人 他的生命很有问题 那时候我未信耶稣 但我见到人很有问题 那我就 只是怎么想 我一上学 我一出门口 我就可以开心了 我就这样想过 上学我就很喜欢 回去又可以和同学玩 打球 有时我又找机会去行山 我喜欢 出家里我就很开心了 在家里就会觉得 有很多控制了 有时可能被骂 被打 我就分辨到有些人是不好的 于是我就会找一些开心的地方 后来我信耶稣 我就很特别了 我回到 当我开始研究圣经 有机会知道真的有神 我很开心 很兴奋 我回到教堂 他们很开心地呼应 而且在分组的时候 就在谈谈 我就说我自己 我在想有没有神 那时候我还未清楚了 我就说我不知道 是否真的有神 我想知道的 我就发觉一件事 他们个个都很硬定的 听我说话 这件事是我以前没有的 为什么呢 在家里说话是没有人听的 没有人留意的 没有人尊重的 但我发觉去到教堂 那些人会尊重 会留意的 是令到我觉得很不同的 所以当我开始 我明白到了 有些人 他们没有耶稣 他们会有这么多问题 我就明白 我就接受 当然这个接受有程度的 后来我做牧师的初期 我都是受伤害 因为有一个同工 他背后批评 令到我的心很辛苦 其实是有一种恐惧 很多年 为什么恐惧呢 我又不怕人 我不怕蟑螂 我应该不是不怕人 就是普通人 我看到不怕那种 而是我不怕蟑螂 不怕黑 不怕鬼 很多东西我也不怕 但是我怕人的批评 那我就发觉 我有时自己会觉得 压住 心压住 那我就知道这件事 我就一直处理生命 我就是神爱我的 神看重我的 我所做的 所求于管家 是要他有忠心 我都是忠心侍奉神的 我都是努力侍奉神的 我都是努力侍奉神的 神是喜悦的 虽然有些人批判 但是我都是努力的 我不用计较别人的 那我就学习放手 和赞美神的心就松了 那我就学到一个秘诀了 这个经过很长时间的 因为我发觉 就算处理了 有时洗碗 因为我做事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做事不断做事 做事就很忙碌 就不会有这些重担出现的 就是当我洗碗 有空的 因为洗碗的时候 心是静的 没有什么 就会有些压力出现了 那我就开始说 不要紧的 神会祝福我的 我听说神会祝福我的 我可以放手的 神会恩待我 那时赞美神 那我就松了 但第二天又来过 但我继续处理 继续处理 一又出现 那些压力感 我立刻处理 那我就开始分辨到人的问题 不要吃他的垃圾 那我见到有人有问题的时候 有些真的攻击我 有些试过有人来到我们当中 是特别想拿走一些人 在背后无告 那我都找我们的领袖一起去处理 一起去谈这件事 如何处理 但是呢 我就分辨到 有时有些人 我真的见过牧师 是为了钱来侍奉 会骗钱也有的 我甚至去非洲的时候 他有些说 他说有些牧师 是找巫术的方法 让他的能力更加厉害 哇 这样也可以的 那神喜欢你 将来审判落地獄 这样也可以的 就是我觉得 哇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我明白 原来人的罪性 当他为了钱的时候 什么都做得出 我就接受 我听到的时候 我不会惊讶到不得了 我会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见得多 而且我心里有一种心理准备 我知道人的问题 所以我见到好人 我是很开心的 我见到你们好 我是很开心的 我希望大家都渴慕神的方法 而且我很感谢主 有些人跟我说 我看到这些影片 觉得帮我生命 我觉得很好 我很感谢主 多谢主能够祝福别人 这是神的礼物 我希望大家 都能够接受人的问题 不会觉得那么严重 就是严重 不过不会觉得 好像这么迷身 好像这么个人性 这个人冒犯我 这个人伤害我 就不会把他放在个人性 当人不能够接受人的罪 可以去到极端 其实你看一看 很多人 当他有这个权势的时候 他就会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情 就是这个全世界都有的 周围都有的 当你看得明白的时候 你就会说 人就是罪人 什么人都有的 譬如那些人做下属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差的 但是做老板 他就会利用人 压迫人是更多的 就是当人有权有势的时候 会做更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接受人的 严重的罪性的时候 人人都可以在某个情况之下 都会做很差的事情 如果不接受 就会怎样呢? 就容易被人击倒了 哇!很火爆啊! 或者是对人灰心 对人生灰心 真是人生真是很苦 那些人全部都是这样 如果人依靠人 是很失望的 我知道 通常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 因为女性 我听过很多女性 说到她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怎么对她不好 她那个受落的伤心是很大 因为她期望家庭的关心 是多很多的 在我来说 家里骂我 我就出街开心了 就是我没有那么 触实要父母怎么对我 这个不是每个男性都是这样 但是有些男性是会这样 所以就会比较容易 灑脱一些放手的 但是有些人就会被人伤害 就会对人生灰心了 或者就变成了 母心爱人 或者帮助人粉饰侄俗 对人放弃 生命不发挥 这就是有些人 他不接受人的罪的时候的后果 而很重要的是 我们的盼望和安全感是来自神 不是来自人 我一起读诗篇146篇 是三节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不要倚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就是说 人不能够算什么 人是可以什么都过去的 我之前 我曾经在香港的时候 刚刚那时候 在一个情况 看到李小龙上电视 当时有人说他用刀子 要挟人 刚刚我看到他上电视 然后他很骄傲 他说我用刀子 我用刀子 意思是我的字眼 我不能重复 他说我用串径 他就叫主持人 主持人就是何首逊 在YouTube你可以找到的 何首逊和李小龙 他这次访问之后的回应 他就叫何首逊 你放松 你不要抵抗我的力 你放松 他就用串径 他的手碰着他的身 然后一缩 一缩 打下去 他立刻整个反弹 何首逊也说回这个情景 李小龙就说 我有多厉害 我为什么用刀子 要抵抗他 但是那几天 我在街上走过的时候 那个卖报纸商那里写什么呢 李小龙暴斃 当时来说我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当时李小龙真的震撼香港 是很多人真的很向往 因为他的功夫片 全部和以前的功夫片完全不同 是很真实的 并且是真的 那些真的很快很快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他忽然暴斃 就是说 人以为很厉害 他不是君王 不过他 有些人当他是君王 因为他是功夫的王 以为他很厉害 但谁知道 他要死就死了 是没有人能够救到他 亦死因到今天 到底实际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能够倚靠君王 但是神是什么呢 下面那里说 历代至上 29章12节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神有大能大力 祂能够提升我们 我们听神说 神就祝福 我感谢主 当我相信耶稣 我真的有神 我就觉得很兴奋 我每天起床 真的有神 我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就向朋友和我家人 常常传呼吸 我家人禁止我 你不准再传呼吸 不准再说耶稣 但是我过一段时间 我又找机会 又再说过 到今天我也继续说 神就看到我这个心 还有我说 神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愿意成为牧师 去祝福人 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你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神 神就为我开路 为我预备 是想都想不到的因典 所以大家如果听神说 你也会有很多神的祝福 希望大家就是 我明白人的罪 我不用激气的 我不用怒吵 还有为什么这么多人 帮人会批判人 第一是很大原因 不耐烦 哎呀 帮极都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试过 教孩子数学 你可能教英文 教他读音 你可能会这样 不是这样读 不是这样 二乘二是多少 二乘五 为什么二乘二是五 没理由 譬如这样 你教数 教极都不懂 心就不耐烦 有时人就帮人不耐烦 还有不接受 为什么会这么笨 为什么会有问题 或者用自己标准量度 那时候我读书 又多快 有没有搞错 你学了这么多次都不懂 就是用自己标准 就以为批判有效 骂你才改 你不骂你怎么会改 其实骂人 不是改人的好方法 是因典的 批判人产生负面的效果 亦都令人抗拒自己 是相反效果的 所以即使批判人有效的时候 只会产生被律法推动 和缺乏起落的人 所以利用律法 经常说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结果产生的人 是经常都在压抑之下 在律法之下是没有起落的 经常都说我要做我要做的人 他不会开心的 他不会起落的 可能有时他说我可以开心 但是他很多时候都在压力之下 用律法批判和推动自己 我先看看时间 用律法批判和推动自己 大约会说什么 你祈祷不够投入 所以神不听你 你悔改很长时间 神施折立你 你现在不够时间祈祷 你不够悔改 你这么少读经 所以你不长进 你不冷不热 你不够爱主 或者你有罪 你做得不够好 这次我不会全部讲完 但是我会先讲一讲一个结论 因为下一次先讲 最主要的结论就是 如何用恩典推动人 我现在示范一下 首先怎么能够用恩典呢 就是我们想起神为了改变我们 要做了多少好事 比如首先神救我们 改变我们 有没有发觉一信耶稣 那时候呢 里面就开始有种 怜悯人的心 很想帮人 不想人沉沦 神在里面提我们 会推动我们去做 而当我们做的时候 或者亲近神 会开心的 我们做的时候 也有满足感 看到人信主是很开心的 看到他的改变是很开心的 也会有持续的动力 和弟兄姊妹一起的陪伴 这些都是神感动众人 成为我们的祝福 而我们做的时候 神说了他会赏赐 就是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并且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们用的方法 我现在示范一下 然后稍后我们小组都会练习的 譬如你想鼓励人祈祷 有些人就说 你祈祷不够 你整天都不祈祷 那神当然不帮你了 这就是律法批判 可以怎么说呢 其实神在天上 预备很多礼物给你的 神个个都预备了 你所定的日子 神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祷的日子 已经写在你的策上 在天上 个个都有奇妙计划 现在跟你旁边都说 神在身上有奇妙计划 有奇妙计划 神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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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很多礼物 当你一有种倚靠神的心 神啊我需要你 神就欢喜 神就临在 神就祝福 原来我们祈祷 是带来这么大的果效 不是因为我们祈祷那么厉害 不是因为我说句话 因为神那么厉害 所以我说句话的时候 是真的带来能力的 譬如我和这位祈祷 他都即时经历喜乐 我都感谢神了 他真的 那个灵非常开放 因为今早在教会 我带领的时候 祈祷很多个喜乐 原来祈祷可以带来能力 也有些人找我去帮助 有些人用电话祈祷 就即时经历圣灵 这个就是神的礼物 所以我们就说什么 神有很多礼物 跟我说一次 神有很多礼物 都预备给你的了 他又感动你去亲近祂 他又感动你去亲近祂 当你一回应神 神就很欢喜了 神就将礼物赐给你 祂将平安喜乐赐给你 将力量赐给你 祂就改变你的生命 改变你的前路 大大提升你的生命 这样祈祷好不好 我用这个方法 就是恩典 比如说 爱人好不好 我又怎样鼓励人 首先用神的恩典 神爱不爱我们 可以大家跟我说 神爱不爱我们 很爱 爱都怎样 爱就为我们捨己 钉十字架 耶稣那么爱 有没有人那么爱你 有没有人为你死 有没有人肯为你捨弃 你一些钱 都很少 有没有人肯送个电脑给你 都有 可能太太 即是很少人 真的会捨己的 但神在我们身上 放了很多好东西 很有心思 感动我们 一起说 很有心思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不听话的时候 祂依然感动我们 内心感动我们 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 我们去爱人 神就很欢喜了 因为神爱每一个人 祂想尋找那些爱人的人 我们去爱人帮助人 神就欢喜了 神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更多智慧聪明 让我们懂得去爱人 为我们开路 能够提高我们的侍奉 这些都是神做的事 我将圣经里不同的恩典 放在一起 然后在鼓励人做什么 我都会用他们 现在时间关系 简短讲讲 例如我鼓励人侍奉 我就会这样说 神见到世上的人 很多都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沉沦 神是很伤心 神的心很伤心 祂见到那些人沉沦 曾经有人 耶稣带他去地狱 那些人很苦 那些人想耶稣救他出来 但是耶稣不能够救他 因为他一生的时间 机会给他 他已经失去了 这个人见到耶稣 怎样呢 他哭 耶稣哭 耶稣是很伤心的 所以神很想救他们 那神不会猜显天使来救人 神也不会在天上显然 要救我们 神要用我们 那当我们去愿意 回应神的时候 神就很开心的 其实神感动我们先的 神给我们动力去侍奉神 接着当我们一回应神 神就会给你机会 给你能力 恩赐 为你开路 当你一开始做 神就会提升你 当你一路进步的时候 神就会提升你的生命 去到更高的层次 神就今生想赐你百倍 来生想赐你永生 并且你生命高度的提升 希望大家都更多 事奉神的 你就愿意 将这种好信息 告诉别人 神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神由头到尾 是创始成终的耶稣 我们就配合祂 跟祂一起的时候 神就将我们提升 是否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说这些 全部的圣经都说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首先帮我们个个 不要被律法压制 现在把手放在胸口 把重担全拿出来 主耶稣帮我们所有重担 全放出来 哈利利亚叫出来 哈利利亚 所有烦恼重担 全放出来 哈利利亚 所有压力感 压力感 全放出来 所有不开心的感觉 全放出来 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轻散 耶稣释放我们的心 叫我们活在恩典之中 神很爱我们 神很爱我们 我们是很宝贵 我们是很宝贵的 我们是被爱的 神的爱就激励我们 我们一起 试试放松的人 心口放松了 然后叫哈利利亚 把重担全叫出来 哈利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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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放松了 哈利利亚 就算你有什么问题 你面对什么问题 你暂时都不要想着 哈利利亚 你试试放松人 哈利利亚 多谢耶稣 哈利利亚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哈利利亚 多谢耶稣 哈利利亚 感谢耶稣 耶稣好爱我 耶稣好祝福我 哈利利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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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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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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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我笑蝦像我 再太失上座 耶稣器我笑蝦像我 我我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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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阿里雷雅 把我心口的重声喧实出来 阿里雷雅,多谢天父 哈利雷雅 主释放我们的灵 哈利雷雅,我们避爱的 我们宝贵的,是重要的 哈利雷雅,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哈利雷雅 多谢天父,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这先有谁觉得有喜乐的? 有几个,这先这样呼叫 就觉得个人松点,开心点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祝福 举高的手,举高的手 有见证神,见到这么多人 都有喜乐,即是神可以这样 临在,就是当你放松的心 全心爱神的时候,神的同在 临在,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就不是说,你们要喜乐 就是一种律法的吩咐 神那么爱我们,所以我们喜乐 与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